老手艺人就是牛 凭借多年的经验跟技术 硬生生将一个生锈的钮片 做成了一件无价之宝 转手一卖直接赚五千 这个钮片表面都是铁锈 一看就是没人要的废料 但在老手艺人的眼里 它可是制作戒指的好材料 它先在钮片上画出标志 这这样是为了方便钮片切成圆环状 将线距插入小孔内 沿着线条上下切割 奈何这个钮片太小了 有种使不上力的感觉 因此这个切割工作很浪费时间 足足花了二十分钟 才把中间多余的铁片锯掉 不过这个圆形不是正圆 将其套在制作戒指的铁棒内 用小铁锤敲打其边缘 慢慢地将其贴合铁棒的尺寸 逐渐成为一个正圆的形状 现在看着就有一枚戒指的雏形 为了去除钮片表面难看的铁锈 师傅专门找来钝刀 将里里外外生锈的地方都磨过几轮 直到其露出专属于金属的色泽 都说慢弓出细活 这句话没有错 看着洁白的外观 心情就不自觉地变好 这也许就是手艺人独有的快乐 因为看着没有用的东西 在自己的努力下 一点点变好 不就是收获快乐的最好方式吗 戒指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圆环制品 它需要宝石的点缀 在此之前 需要在圆环上切出一个位置 专门用于放置宝石 师傅先是利用小型打磨机 转开一个凹陷的圆孔 再用线锯锯出对称的十字 紧接着就是更细致的拓展工作 根据宝石的尺寸 将圆孔慢慢扩大 直到宝石能放入其中 不过师傅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只放一颗宝石 感觉这枚戒指有点单调 显得没有心意 对此老师傅想出了一个妙招 直接再宝石两侧 再打磨出两个更小的孔位 打算放两颗更小的宝石 充当绿叶 烘托大宝石的独特 戒指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 那接下来就得想办法 如何提升这枚戒指的质感 质感的好坏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打磨的精细度 老师傅可没有现在年轻人那么急躁 做事追求结果 而不注重过程 老师傅很是耐心 用砂纸来回擦拭 还特意拿到砂轮机下 将细缝里不方便擦拭的地方 利用机器仔细地刷过一遍 可能做到这一步 你们觉得老师傅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其实不然 他为了防止戒指生锈 还将其放进溶液内垫度 进一步增强金属的耐腐蚀性 就冲老师傅 这份用心腹责任的态度 就值得我们点赞 现在只需将准备好的宝石 依次填放在对应的位置 这枚戒指就算做好了 两个亮闪闪的小钻石 搭配紫色的宝石 看着就让人喜爱 相信很多女孩子 都拒绝不了那么漂亮的戒指 如果你们的男朋友 用这枚戒指求婚 你们会同意吗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小瑶 我们下期再见